台北施立國樂團團 Hello 我是台北施立國樂團團長鍾耀光 我非常高興 離開了香港二十八年之後 我在今年的十月三十一號和十一月一號 我會帶領台北施立國樂團來香港展出 再次和各位樂迷你見面 台北施立國樂團是台灣的官方國樂團 所有的團員都是台灣自己培養出來的國樂人才 特別是最近幾年 我們吸收了很多年輕的大學畢業生 個個的技術都非常之好 不會輸任何一個兩岸三地的職業樂團團圓 所以這次來香港 我特別帶了三位胡琴的獨奏好手 和一位笛子的獨奏好手 和香港樂迷來見面 三位胡琴好手演奏我的華麗幻想曲 他們在舞台上互相鬥琴 非常精彩和刺激 另外一首用十孔第一來演奏經典的西洋名曲 卡門幻想曲 都是你們無法想像的困難 但非常有效果的曲 台北市立國學團 之所以能夠站穩國際的地位 除了我們有很好的技術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這幾年來 和瑞典EIS唱片公司發行四張唱片 在歐美的風評都非常之好 合作的對象都是世界的名家 例如長浩的Kristin Limper 或是敲擊樂的Evlin Glanier 打破各個狹窄的範圍 製作跨界節目是我們的特色 和其他人無法模仿的本錢 講到跨界節目 我們這次帶來香港有一首 是和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合作 就是一首會動的清明上河圖 我們會用現場樂隊來配合 這幅畫的播放演出 讓觀眾有視覺和聽覺的雙重享受 台北市立國樂團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我們今年開始推行的樂器編制改革 和其他的樂團不一樣 我們沒有花那麼多錢和時間 我們還保留了原來古琴的特色 我們只是加上現在比較少見到的大鼓 用來增加演樂部分的豐滿度 在彈拔樂器方面 我們加入了小軟和高音琵琶 使得彈拔祖的音色更加立體化 和多樣化 在11月1日這個節目裡面 我們全部都是用這個新的編制 歡迎大家來聽聽我們這種新的音色 比較一下你們原來熟悉的音色 看看有些什麼不一樣 對台北市立國樂團的介紹 用口說真的非常困難 希望我們在10月31日 和11月1日在香港文化中心的戲劇院 見到你們 我們都會來看